40多岁赖小姐三年前右眼看线条有些扭曲 症状持续多个月不见改善 于是就医 经诊断之后发现罹患极为罕见的 眼内黑色素恶性肿瘤 以往的治疗就是直接摘除眼睛 但是长庚医院采用直指放射治疗 让赖小姐不仅保住眼睛 连视力也恢复到1.0 复原良好 看东西会扭曲变形 那如果说看地面呢 就是会有隆情 然后不平的感觉 在室内感觉就是会 就是灯光会昏暗 然后不够明亮 这是我那时候的症状 治疗的期间呢 其实是完全都不会有什么不舒服 也不需要打任何麻醉这样子 就只有躺在医疗床上 然后替你指示做动作而已 从头到尾的直指治疗前后 皆完全没有伤口 病患可以正常的生活 甚至是工作 我们来看目前赖小姐已经追踪了戒满两年 那从一开始她治疗前视力0.9 那到追踪满20个月之后呢 可以看到她肿瘤表面有更多纤维化产生 而且她的视力已经完全回复到1.0 这是因为肿瘤旁边造成的肿瘤积嘴已经完全的消退 黑色素恶性瘤是成人最常见的眼睛恶性肿瘤 虽然耗发率不高台湾每年大约新增5到15位个案 但是确实会致命的 也因为肿瘤长在眼睛深处外观不容易察觉 通常得出现眼睛不舒服的症状才会发现 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一般也不是很明显 大多是一些纤维的肥纹症 或者是一些视力上看到的闪光 或者是看到隔线有一些纤维弯曲的情形 这是一颗只有0.3厚度的黑色素瘤 它就已经有能力进行远端转移 到我们的肝脏甚至是肺部 转移之后呢 目前没有很好的效果的药法 可以把它做一个治疗 所以病人大多在6个月内会死亡 那很可惜的是在最近50年来 都没有任何医疗上的突破 虽然降低肿瘤的转移率上 还没有医疗上的突破 但在眼睛原发肿瘤的部分 直直疗法的运用 确实为患者的生活品质带来了希望 可以利用我们直直它特殊的方式的曲线 让直直到达肿瘤的部位的时候 才一口气散发出它几乎所有的能量 有效的破坏肿瘤 而且因为能量都已经在肿瘤的部分 几乎已经释放完毕 所以周边的正常组织 几乎不会有眼带的损伤 眼部肿瘤的控制到达百分之百 眼球保留的比率到达百分之八十二 而视力保留的比率到达百分之三十六 那有不等程度的轻光眼干眼症 即是我们病变 但大多都可以使用药物做治疗 医师指出直子疗法的疗期在一到两周之内 共进行五到十次的疗程 一公分以内的肿瘤是黄金治疗期 疗效会比较好 另外医疗团队也表示下一步的计划是 领口长根已经开始筹备眼肿瘤中心 持续研究眼睛各部位的肿瘤疗法 人间卫视叶宜志恒台北采访报导 咖啡